海虹学名一倍 是山东日照市水产养殖的优势品种 由于环境事宜 海水中藻类丰富 日照海虹的名气是越来越响 现在正是海虹收获的季节 日照的海货加工厂 都忙着赶制订单 记者在日照市蓝山中心渔港看到 一缩缩满载海虹的渔船陆续进港 成串的海虹被调往岸边 工人们则忙着将海虹清洗筛选装车 养殖户韩正亮 今年养了7000多摩海虹 他告诉记者 今年的产量和价格都好于往年 往年在这个地点买不到一块钱 也就是几毛钱 今年买一块多钱 比去年同期又多买一百万块钱左右 每年都上这个地方来拉海虹 这个地方来七八年了 每次来自拉七八堆 脚量非常好 在日照地区 海虹采摘一般从1月下旬 到4月初持续两个多月 忙碌的海虹收获剂 急需大量的熟练劳动力 这也给当地村民带来了一条增收渠道 我每年都在这干 一直干了五六年了 一个月挣30千块钱 同样忙碌的 还有当地的海货加工厂 由于海虹不易保存 需要煮熟后加工成干品 现在在蓝山区有不下10家海货加工厂 工人们每天都在加班加点 忙着赶制完成订单 目前蓝山区的海虹养殖面积已达25万亩 是全国最大的海虹养殖基地 预计全年总产量可达15万到20万吨 占山东省总产量的70%以上